桃園今天则是新增加了七例 其中亚序电脑群序案当中 有两位是居隔中确诊 另外加贝尔幼儿园 也有确诊者的母亲确诊 市长郑文灿表示 现在比较重要的是物流公司的职场 已经有五名同仁 还有一名清洁工确诊 所以桃園市政府也决定 要对这一间物流公司扩大裁减 188... 886的职场 那么在此之前还有一个 18757它是同个职场 那我们已经做了这个框列 那么裁减 那么我们昨天特别针定 对该物流公司的职场 进行环境调查 并且安排这个医院团队来裁减 那么昨天裁减343位 那么有裁减出三个阳性个案 那么这三个阳性个案 有两位是同一个物流公司的工作区 B区的同仁 B区的同仁 18976 18977 两位同仁 另外有一位清洁工 18975 那么也采检出确诊 那所以增加三位 职场的同仁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物流公司职场已经有五位同仁 那么确诊 那么为了职场的安全 也是为了社区的安全 我们决定扩大这个裁减 那今天呢 针对该物流公司 曾经有进出的所有人员 预定有700位 那么今天正在进行裁减 另外18886 那么这个职场的这个确诊者 他同住的家人 18950 他的祖母也确诊 那这个部分 所以他是五个职场 一位家人 针对这个职场呢 我们也决定 那么经过初步的疫调 那么有238位 这个同职场的这个同事 必须要进行在家的居家隔离 那如果无法在家进行居家隔离 我们也准备好防疫旅馆的房间